春节廉价晴朗好天气在15号也将持续 不过清晨局部地区会降到11 12度 白天还是属于晴朗好天气 高温可以来到29度左右 不过要注意日夜稳差 在西半部都可以来到27到29度 东半部也有25 26度的这个高温 而在水汽上花东地区要注意零星降雨 不过15日入夜之后 会有一道封面从台湾北部通过 桃园以北和东半部的降雨情况会逐渐增加 而这样子的降雨情况会一直持续到16号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横春半岛 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不过其他地区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为助 在温度部分15号要特别提醒 北台湾中南部高温都可以来到27 28度左右 不过16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台湾整天都会凉凉的 温度大约15到18度 而周末温度就会开始回升 在中南部的高温有机会接近30度 不过西半部日夜温差大 还是要多加留意 有这新闻 不亮八度台北市采访报道